热烈欢迎各位队员顺利完成土耳其的休旧任务 安全回国 我代表香港同胞和特区政府 向你们自己崇高的敬意 在这次任务中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共派出59人 得到国家全力支持 参与国家救援队在土耳其的工作 国家救援队经验丰富 与特区队员受灾难守旧的行动经验 科制应用 紧急应变 灾区情报等各方面 进行深入交流 所有的队员万众一心 众计成成 受灾福威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充分发挥中国人的抗震救灾的精神 国家救援队在土耳其 卸立行动基地的时候 早为特区队员预留位置 驻扎 比邻救援队的指挥中心 让特区队员到达灾区以后 就可以迅速投入 救救的行动 国家救援队也邀请 特区队员一同参与 联合国求救卸调小组的日常会议 深度参与救援任务的计划 驻见国家对香港特区的高度信任 其外 国家救援队对特区队员照顾有加 每天为救援队人员提供热食 让他们补充体力 保持体温 同时也协助补给木材 燃油等关键物质 实在不胜感激 这次国家救援队在土耳其 顺利完成收救任务 香港特区队员全面参与其中 同心同德 抗争救灾 实在是我们的光荣